美国政府我们会在过去所奠定的一个很坚实 友好的基础之上 我们会持续的与拜登新政府来牺手合作 积极的来强化台美双边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所以美方他其实这一次基于这个防疫考量 他本来都已经是大幅缩小 整个这个防疫的这个规模 所以对我们这个驻美代表出 他可以这样正式的收到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一个 正式的一个邀请函 然后进入到里面跟其他宾客一样出席 我们很感谢 看起来是一个礼拜前就拿到 那我们一直没有公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包含了在我们国内来讲 好像国民党对于这件事情有不少的批评 那当然有人是认为 昨天晚上突然这样看到他们有被打脸 那比较好奇说 这边我们国内这边一直都没有公布的原因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 之前也已经接到了 但是我们基于这个台美关系 以及这个外交这个处理的一个经验 我们通常不会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 这是先这个宣扬 所以当时我在上一个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只有说 我们会用最适当的方式来向美方表达台湾的祝贺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中性的 这样说法并没有否认我们会进去的可能 那这个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说过 肖代表不会进去 对 我其实所以如果说有 有这个不同的人士假设就进不去 那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么说 那我们将开始做一个做法 非常有意义的